好,我们继续 如是燕魔家比丘 于此无闻凡夫于五寿运作常想 安闻想,不并想,我想我所想 于此五寿运保持 护习终为此五寿运冤家所害 如比长者为诈亲冤家所害而不觉知 刚刚讲的这个比喻 其实就在形容我们的五寿运 我们都把它当作什么 这里讲的 常想,安闻想,不并想,我想我所想 当作自己的亲,自己的爱 那么就对他没有防护 所以因为你对他保持,护其 然后就被他害了,你都不知道 那我们从这个事实来看 我们是不是如此 我们自己可以反观一下 我们是不是如此 真的修行不需要长篇大道理 这个比喻我们当下反观 我们是不是如此 对自己这个五寅是不是这样想 结果你执着在这里,爱惜在这里 最后他一变化的时候 他一无常的时候你就惨了 你就苦了,被他束缚了,被他害了 什么叫被害呢 因为你还会轮回不移 有的为他而造业还要入三二道 是不是被他所害,意思一样的 叶摩家 多闻圣地子 于此无受孕 观察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无常苦空,非我非佛所 于此无受孕 不着,不受 不受故不着,不着故自觉涅槃 我身已尽,患恨已立 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厚有 那么,为了不要执着 这个身心五印,你要好好去观察它 如病,病有什么可喜呢? 如庸,好像生那个什么 台湾话叫链肉 是不是 那么 对你来讲,你要是这样的去看 如刺如杀 你就知道它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 你对这个五印才不会执着 不会被它绑住 所以不受故不着,不着故自觉涅槃 其实真正的解脱要在哪里解脱 所以要知道,就在我们五印上超越它就是解脱 不被它所束缚 不被它绑着 不被它奴役 注意听,我们是被它奴役,是不知道 有的做牛做马,犯奸犯科都要去搞 为一时的五印的感受而已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被它骗 被它束缚,然后还要造业无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如何去观察它,真的是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是不是苦空无堂乌 所以只要在这个五印上不着不受 不随它转 能不能真正马上就觉得怎么样 自觉涅槃,马上就清静自在 尊责,摄利佛,说是法时,叶摩家,比丘 不起猪肉,心得解脱 注意前面半段 是叶摩家,比丘,理成远购 得法眼镜,是见法出国 这个下面再讲的时候,是什么 是不起猪肉,心得解脱 是正阿罗汉 那这样割多久 所以要注意,我们对法它的体验 能够如何去观察体验 那种感受是不一样,层层深入 从前面的开始到后面的开始 一种启发性 从出国到世果 所以要明白法的重要 启发者的重要 当下体会的重要 好,这一经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看下一经 第四二经 上册第四十八页 《如是我闻》 一时佛祖望射程 迦然陀足远 而使尊者社利佛 共摩和居尸罗 在齐都杰山 摩和居尸罗 铺石重禅起 以社利佛所共相问训 相逾悦以 却作一面 使摩和居尸罗 与社利佛 欲有所问 仁者宁有闲暇 见答以否 社利佛言 仁者且问 知则当答 在这个前半段的这样的叙述 也是一个惯例 当时 这些圣地子 他们安住的地方都很近 只要他们下午打坐的时间过去 起来以后 他们会互相的去探讨 去问法 互相的参学 所以摩和居尸罗 来找社利佛 我有问题想请教你 不知道你有时间给我回答吗 那回答一般都是这样 仁者且问 知则当答 你尽管问 我只要明白了解的 我会回答你 摩和居尸罗 问社利佛言 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 欲求无间等法 云何方便求 思为何等法 精寝思为 你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去思维 无受孕如病如庸如刺如沙 无常苦空非我 所以则和事所应处故 也就是点出重点 你要在哪里去观察思维 因为只有在无受孕 只有在我们身心的当下 他是不是 无常苦空 最主要就是讲 无常苦空无我 这个最重要就是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地方 是相应的地方 若比丘于此无受孕 精寝思为 得虚妥凡我政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好好去观察思维他 是不是跟政见相应 是不是真的苦空无常无我 是不是缘起如患 你要在这里去观察 你只要在这里好好地用功去观察 一定会得出国 一定会见法 为什么一定呢 因为这里就是入处 最正当的地方 最正确的地方 就像我们到一个房子 一定要先找到入口 是不是他的大门 你才能进去 这个无运的观察 就是我们要悟到建法的入门处 这样知道意思吗 入口处 意思是一样的 又问瑟利佛 得虚妥凡果正乙 欲得虚妥凡果正乙 欲得虚妥凡果正乙 亦当精请思维 此无受运 无受运法 如病 如庸 如刺 如杀 无忠 无忠 苦空 非 非我 所以 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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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里讲 为什么呢 因为 事所应处固 还是这个 这个关键点 还是重点在这里 若比丘 于此无受运 精请思维 得虚妥凡果正 只要你继续的 去观察这个五运 继续的深入更维系的观察 你就会震入二果 那个贪争痴就会越来越薄 越来越淡 莫佛居思罗又问舍利佛言 得思陀寒果正宜 欲得阿那寒果正者当思为何等法 那么也就是从二果到三果 那要怎么样的去思维跟观察呢 舍利佛言 居思罗 得思陀寒果正宜 欲得阿那寒果 阿那寒果正者 互当精请思维 此无受运法 如病 如庸 如刺 如唐 苦空 非我 所以则何事所应处故 你们看到这里 你们就会感受到 佛法 它很平实 我们的生死根 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 它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对无印的直取 只是你体会的生浅 正的果就有生浅 只是这样子而已 如果你只是见法 贪生枝不断 那你只能在这个出果 贪生枝慢慢薄就是二果 贪生枝能辅而不断 这是辅了就是三果 那都是要怎么样 沉沉的深入 沉沉的去观察 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攀育 我们的种种障碍在哪里 更深入为细处去观察它 去超越它 所以 若比丘于此无受印 精请施为 得阿那汉果正 三果就可以正入 摩河居思罗又问摄利佛 得阿那汉果正于 亦得阿罗汉果正者 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正阿罗汉 那到了三果 那我们要思为什么样的法呢 摄利佛言 居思罗 得阿那汉果正义 必得阿罗汉果正者 当父精请施为 此无受印法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无常苦空非我 所以则何事所应处故 若比丘于此无受印法 精请施为 得阿罗汉果正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 不管是正出果到事果 它的下手处 多一样 只是观察的深细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比如说我常常讲 我们的惯性 什么叫惯性 潜伏在我们潜意识里面的惯性 你平常去观察它 观察不到 所以有很多习性 一下子去不掉 所以这个修行 为什么有次第 有过程 即使当下正阿罗汉的 也不是没有原因 是过去它已经很深的 善根已经种好了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才能一物而物一见而见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即使一下子正在阿罗汉的 你也不要以为它没有原因 但是过去已经把基础都搭好了 才有可能 所以我们在修行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次第 但是正见最重要 正确的方法观念一定要把握的正确 只是你用功的观察的深度不同 那么正的果正也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很多人都说师父你讲了那么久 我们听的都习惯了 你下一句要讲什么我都知道 那问题是我们的贪生之外 怎么不能止息呢 这个就要问自己了 这样知道意思吧 你有没有真正的得正见以法相应 然后有没有真正的像这里讲的 如理的思维观察 有没有深入到我们内在深层的意识里面 去把内在的那些观念条件都看清楚 我们的惯性在潜意识中是很不好去的 所以这个就要看个人有没有真正的下功夫 所以各位要明白 不是我今天听了 你讲我懂 那个懂是什么 那只是观念 知见的一种了解而已 生命清深深入的体症是不一样的 所以懂有两个 一个是观念的知道 一个是身体真正身心的体症 证明道 体症道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才有这个赤地赤果的差别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自己还不能真正达到安心受用 那么自己就要反省 你真正下过多少功夫 你有真正的为你的解脱而下功夫吗 还是人间的事比较重要 等我有时间 等我如何如何 我再来用功 我再来怎么样 那谁能够保你没事啊 所以我当然能修行真的是 这是没有不老而活的 一步一步的功不堂倦 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 今天不是说师父说法 师父就很厉害 每一个听到都解脱 不可能的 跟你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去 针对自己的问题去思维观察下功夫 然后自己是不是真的想真正的解脱超越 自己要想 还是人间为重 你自己反省一下就知道了 真正用生命机体认的 没有一个不解脱的 真的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耽误自己 反正我慢慢来 你怎么知道你明天还活着 一口气不来 你就没有机会 生死轮回之苦 哪一个能超越 所以我说我以前像疯子就是这样 因为我心不安 知道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 寻寻觅觅 像疯子 为什么 我只是为自己负责 所以各位 如果自己心不安 自己要反省 你法之鉴釐清了没有 政治鉴建立了没有 然后你有真正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去下功夫吗 去超越它吗 所以如果没有自己负责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不要怪天怪地 不要怨天尤人 这个要自己负责 要知道 所以阿安经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法 都很清楚明白 下手处方法 赤地 内容 都讲得非常清楚 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去实践而已 那么后面就更精彩了 摩霍基斯罗又问瑟利佛 那得了阿罗汉果正以 互施为何等法 一般来讲 正阿罗汉不是最高的吗 是不是 一切都没问题了 他还问 正阿罗汉以后 那还要施为什么法呢 摄地佛言 摩霍基斯罗 阿罗汉以后施为 此五受孕法 如病如勇 如痴如杀 无常苦空非我 所以则何 为德为德故 政为政故 建法恶住故 注意啊 正阿罗汉 如果要在宪法恶住 还是时刻不理这样的观察思维 为什么 如果你一放逸 一放逸,憲法樂助就會消失 注意,不是退阿羅漢國 不是,是憲法樂助身心的愉悅 這樣知道意思嗎 阿羅漢會退的不是國位 不是生死又來了 不是,是說憲法樂助 所以阿羅漢要保持在 身心的憲法樂助中 他也是不理這樣的思維 這一經真的很精彩 也非常重要 給我們很深的啟示、啟發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要文法、要知法、還要入法 還要怎樣深入去超越它 層層的深入 每一個人只要依法奉行 每一個人都有解脫的機會 機會是平等的 在於你自己付出的代價 好,我們再看下一經 第175經 上冊第193頁 如是我聞一時佛祝婆祺國 射守婆羅山 入野森林中 而時有納居羅長者百二十歲 年齊天 年齊根手 累烈苦病 而欲禁見世尊及先所中中之士比丘 來以佛所 積守佛祖 退座一面白佛言 這個納居羅長者已經一百二十歲了 也就是年紀很大 身體也欠安 有病 但是他要來見世尊 及他尊重的一些善知識 好,白佛言世尊 我年衰老 雷烈苦病 智力勉強 敬見世尊及先所中中之士比丘 唯願世尊為我說法 令我長夜安樂 我有時候 就有很深的感觸 你看我們前面看過 不管是佛弟子們 包括外道 包括來見佛問法的人 多麼多 包括佛的親生兒子 還有這些年紀這麼老這麼大的 他們都要來問法 不管他們過去學了多久 親近這些善知識多久 他們都會找機會 唯願世尊為我說法 令我長夜安樂 這一點你們要注意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的人 就比較不容易體會到這一點的重要 而使世尊告 那居羅長者 善哉長者 如時年老更熟 雷烈苦患 而能智力晉見如來 並於中中之士 比丘 佛多會回應 不會讓他空過 佛陀只回答他 一句話 當之於苦患身 當常當修學不苦患身 我們這個身體 是會老會病會壞 所以有他的苦患 但是在這個苦患身心裡面 你如何去修學 而沒有苦患 佛陀只是點出這個重點 那居羅長者 聽了就很歡喜 就理解而去 後面的就精彩了 十尊則設立佛 去世尊不遠坐一樹下 那居羅長者 往逸尊者設立佛所 積守禮足退坐一面 他又離開到佛陀的地方 又去找設立佛 使尊者設立佛問長者言 如今諸根合月 貌色鮮明 於世尊所得文身法耶 我看你年紀這麼大身體也不好 但是看你的臉色是這樣的歡喜 顏色非常的喜悅鮮明 你是不是到佛陀那邊 體會到很深的法意呢 那種法喜呢 那居羅長者 尊者設立佛問長者言 世尊未如說何等法 釋教造喜甘露認者 他要問呢 世尊開示什麼呢 會讓你這麼歡喜呢 像甘露一樣呢 那居羅長者 百設立佛 我相義世尊所 白世尊言 我年 衰老 雷烈苦患 致力而來 敬見世尊幾所 宗重知識比丘 佛告我言 善載長者 如時衰老 雷烈苦患 而能致力亦我 即見先所宗重比丘 他都需要重複一次 這個是印度的文法 所以不要嫌煩 都是這樣子 如今於此苦患之身 常當修學不苦患身 就把這個重點 告訴社利佛 世尊為我說如釋法 釋教造喜甘露認者 尊者社利佛問長者言 如相何不從問世尊 雲何苦患身 苦患心 雲何苦患身不苦患心 好 這個社利佛就點出重點 佛頭這樣回答你 你為什麼不繼續深入去問呢 什麼樣 這樣苦患的身 苦患的心 可以苦患身而不苦患心 為什麼不深入去問這個問題呢 重點就是在這裡 身體啊 我們這個身體啊 是一定要衰老 一定要變 一定要壞的 這個苦痛啊 病痛啊 是不可能沒有 也不可能少的 問題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我們怎麼樣才能在身的苦患中 而心不苦患 重點是在這裡啊 注意聽啊 佛陀所教的法 叫我們解脫 就是在這裡解脫 注意聽 不是不會老 不會病 不會死 注意聽 是在這樣的身心條件下 我們一樣可以不苦 這樣知道意思嗎 身會痛會苦 但是我的心不痛不苦 這個是重點喔 很多人都不了解 那你們出家人 都拜佛禮佛用功 看你們也是會煩惱啊 也是會病 也會老會痛啊 也是要找醫生吃藥啊 好像拜佛禮佛什麼病都沒有一樣的 佛有這樣的法嗎 世界上有這樣的法嗎 沒有啊 這裡就講出真正的內涵 生苦患 心不苦患 這個是佛法能讓我們超越的地方 我們眾生不是怕老病死嗎 講到死好恐懼喔 是不是 好像那是很不幸的 其實真正明白法的人 對死亡真的會恐怖嗎 會恐懼嗎 是真的不好的嗎 活的就是好嗎 難死難活的 就是拖啊拖啊 拖得要死要活的 也是要拖 這樣真的是幸福嗎 所以我們只要不死就是好 對不對 我們的觀念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我以示意故來意尊責 為願為我略說法要 我今天就是為了這個問題來找你的啊 因為我覺得 意思是說 瑟利佛你啊 我來問你啊 比較方便 我來問你啊 你講啊 我比較聽得比較切近一點吧 是不是 因為他也知道瑟利佛對法很深入的 他知道他能指導他的 他很有智慧 他會來找 尊者瑟利佛與長者言 善哉長者 如今地聽單位如說 你看他們的開示方法都跟佛陀是一致的 善師 地聽善師是不是 就是你要注意聽喔 我現在要為你開示喔 你要好好用心聽喔 與此無聞凡夫 與涉及涉滅涉患涉未涉理不如時之 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的眾生啊 就對這個五韻啊 他是怎麼樣激起的 怎麼樣滅的 然後這裡面如何起貪欲的過患 然後會執著 然後如何讓他消失的 對這些都不了解 不如時之故 愛樂於色 顏色是我 是我所 而取色受 今天就是因為不了解真相 不了解他的苦極滅道 不知道他的未患禮 在這個色的中間 起了貪愛執著 那麼就會對色啊 說這個就是我 起了我見我直的意思 那如果不是我也是我所 我的 我的身體我的色 而取色受 在這裡取著 在這裡色受的 這樣子的話 筆色若壞若意 心事隨轉 苦惱生 如果這個是我 或者是我的 它要是壞了 變化了 或者是 產生了種種的 障礙的時候 你的心意識就隨著它而轉 苦惱就生出來 執著我 執著我 執著長 好它一變化 一苦一病 甚至要死的時候 你就苦 是不是執著是我 或我的 如果不是我不是我的 它消失變化 你會苦嗎 不是有一驚嗎 說樹葉掉下來 你會不會苦 他說不會 你的衣服被勾破了 你會不會苦 他說會 因為衣服是我的 樹葉不是我的 你就知道 我跟我手 只要你有這種執著 它一變化 一消失 你馬上就苦惱就來了 意識就會產生這樣的功能作用 我們眾生就是在這裡起石油感執著 當它一變化的時候 你非苦不合 那我們這個身體 如果執著它是我是長 它會不會老 一定會老 會不會病 一定會變 一定會不會死 一定會死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苦 一定要煩惱一定要苦 好 這裡就講 腦苦生疑恐怖 葬合 顧念 憂苦 絕戀 後面這個問題就來了 於受想形式亦復如是 對這個五印 你主要執著它是實在的 是我或我手 它一變化 無常故 一定要變壞 一定要變老 一定要死的 那你不是一定要等於後面就來了 恐怖也來了 執著 憂苦 愛戀 在這裡脫不開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什麼 辛苦 這樣知道意思嗎 產生的痛苦就來了 受想形式它變化的時候是屬於身體的功能作用 對不對 身體的功能苦 你知道苦 但是如果不是我 你怎麼會苦 因為是我你才會苦 世民生心苦患 是不是 生也苦 心也苦 生心皆苦 雲和生苦患 心不苦患 那後面呢 就是聖地子所解脫的地方 怎麼樣才能夠生有苦患 但是心不苦患呢 就講多聞聖地子 於涉及涉滅 涉謂涉患涉理如實之 如實之疑 不生愛樂 見涉是我 彼色若變若異 心不水轉苦惱生 心不水轉苦惱生疑 得不恐怖 仗和顧念 截戀 受想形式 亦復如是 世民生苦患 心不苦患 這個地方 我想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好好體驗 一定要好好去體會 我們總是把身心 好像一體的感覺 然後呢 痛跟苦 都是連結在一起 我們一般的觀念都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手被扎到 或被割到 或被打到 傷害到 我們馬上就會怎麼樣 生氣 是不是 火氣就來了 覺得很苦很生氣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們要去體會 痛跟苦都連在一起 這樣知道意思嗎 我們說痛苦痛苦 那我現在問各位 痛一定苦嗎 痛可以不苦 我們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地方如果你能理解 能體會 你對這個法的體會就會更深刻 你要超越也比較容易 也就是說 我們對一個真相的了解 能接受 苦是起不來的 痛是痛 比如說我們身體有神經系統 冷 熱 痛 癢 這是本能 身體的本能 神經的反應就是本能 不是叫你不要痛 不是叫你不知道癢 不知道熱 不知道冷 不是 是冷熱 癢 痛 你都知道 這個是生命 身體的功能 本能 但是如何 知道痛 而不苦 這個苦是怎麼產生的 你要去發現 當你排斥 當你抗拒 當你起 怨 要排斥他 拒他的時候 苦就生起來了 要注意聽 為什麼我們的如俗觀照 不贏不拒 要注意聽 這個很重要 你才能看到真相 不隨著苦而轉 痛而轉 這樣知道意思嗎 痛知道痛 癢知道癢 但是不苦 能不能這樣子 你慢慢去體會 人家罵我一句話 我馬上無名火山葬 跟人家打架都可以 生命都可以不要 那個苦 恨了 回去恨很久 氣很久 這個是什麼 如果我們能夠不抗拒 不去排斥 它會不會起這樣的感覺 所以注意聽 這裡有如實之三個字非常重要 我們痛對痛有沒有如實之 痛隨著苦有沒有如實之 如果你如實之 你就知道如何處理 你們可以試試看 不管是在身體的部分 心靈的部分 人家對待的部分 或者碰到不如意識的部分 都一樣 都可以實驗 在我們的慣性 直接的反應裡面 在我們的習性裡面 馬上相對 馬上苦就起來了 慢慢去體會 身受心不受是什麼意思 受才會起苦 注意聽 不受就不起苦 是不是還是緣起法 根成醋 有沒有 醋產生受 苦受 樂受 不苦不樂受 是不是 苦受就蹭 樂受就貪 有沒有 好 如果真的了解真相 醋的當下 起受的時候 你發覺不隨受轉的時候 會不會起苦 這個都是重點 這個都是我們生命中 能觀察 能體驗 能實驗 能證明的 所以修行不是在談虛弦的 修行就在談我們生命內在的功能作用 我們在某一種身心狀態下 產生什麼條件才會起苦惱痛苦 障礙 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他不會隨境轉 他可以不受 後面的苦不深 病還是病 老還是老 死還是會死 但是不苦 所以注意聽 阿羅漢不是正道阿羅漢所有病都沒有 不是 是他不苦 知道意思嗎 不在直取 只要不受 不繼續的相訊 後面就不會相訊 這樣知道意思嗎 如果我今天 樂 我起了貪欲 後面會相訊 這樣知道意思嗎 我今天苦 起了抗拒 起了憎恨 後面會相訊 注意聽喔 我們在講不受後有是什麼意思 不相訊 的意思 這樣知道意思嗎 雖然起了樂的感覺 我不值得 起苦的感覺 我不值得 就是不受 這樣知道意思嗎 不受後面的痛苦煩惱 不會相訊 注意聽喔 你只要一次明白 一次的了解 你下一次碰到同樣的因緣環境 同樣的觸受 這樣知道意思嗎 你一樣可以處理 這樣懂不懂 如果你今天沒有一次的明白 你下一次碰到跟這一次一樣 還是落在慣性裡面 一定起苦 一定起貪 一定起種種的障礙 稱恨就來了 明白一次以後 原來我們這裡面的功能 是可以不受的 這樣知道意思嗎 原來可以不苦的 你只要明白一次喔 以後同樣的因緣來 你就不會再顛倒直走 就不會再落入慣性 所以注意聽喔 我一直在強調喔 我們的生命 如何去觀察它 去認識它 去了解它 這個才叫修行 找到因 你才有下手處 是不是這樣子 原來裡面啊 有兩個功能 一個功能是無名相應 無知 落在凡俗的之間 觀念裡面習以為常 所以 隨境轉啊 隨緣轉啊 另外它有一個功能 它得正之間 它以名相應 以法相應 以政見相應 用政見來思維 用政見來觀察 發覺的真相 原來裡面真的 有一個本能 它可以不隨境轉 它可以不起苦受 它可以不起貪欲 原來裡面本來就有 這樣一個真相 與名相應的功能 如果你發現 體會 注意聽喔 一個是無名相應的 觸受愛去有 一個是以名相應的觸受 後面不是愛去有 這樣知道意思吧 一個會相訊 一個是不受惑有 注意聽喔 這個都在我們生命的能力 內在的功能裡面都有的 你如果去發現它 那麼就知道 要明以無明 它的關鍵在哪裡 有沒有聽到政見 是不是 有沒有學到真正的軟體 程式灌進去 把錯誤的支見洗掉 你依照這個程式去觀察自己 發現內在 發覺了真相 原來一邊是隨無名 痛苦煩惱 貪嗔痴 造業無邊 一邊原來可以不隨境轉 自在解脫 不受惑有 如果你們真的能發現 生命中的這兩種機制 都能明白的話 那你們 要往哪一邊 隨便 這樣知道意思吧 就好比說 我們今天在廚房做菜 加鹽會變鹹 加糖會變甜 都明白了 鹹太鹹的受不了 太甜的也不行 好 你也明白了 那將來你們做菜 要鹹要甜 是不是隨心所欲 你要吃甜的 你就怎麼做 知道意思吧 你要吃鹹的 就怎麼做 有沒有人能妨礙你 如果對這些法都明白 內在的條件也都明白 內在的功能作用也都明白 你要清淨解脫呢 還是要煩惱去流轉呢 是不是也可以做主 就像我們要吃甜的 可以吃甜的 要吃鹹的 可以吃鹹的 隨你所欲 這樣知道意思吧 所以如果你認為 痛苦很好 流轉很好 貪欲很好 我要苦惱無邊 隨緣隨便 沒有人勉強你 這樣知道意思吧 如果你要清淨解脫自在 你隨手可得 因為法而如是本來如此 只是你不了解 了解了 受用無窮 這樣慢慢越談 是不是大家越清楚 慢慢的我們回到原點來 不是在信仰 不是在迷信 不是在崇拜 這道意思吧 是在發掘真相 生命裡面的真相 你不發掘 你沒有一天會解脫的 只要你還無名 你不以名相應 沒有政見 不依法奉行 沒有一個能解脫的 看你多厲害 越敗越糊塗 知道嗎 因為以無名相應故 這樣大家知道 法的重要 知見的重要 政見的建立的重要 何等的真正的要注意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